現在冰凍強烈大陸冷氣團要來了 21號晚間到22號清晨最冷 低溫恐會降到各位數 專家點出有四大發熱食物 冷冷的天氣吃了 可以讓生子隨時保持溫暖 老薑 胡椒 辣椒 以及富含鐵的食材 像是紅肉 紅豆 黑芝麻等等 吃下肚不用再怕手腳冰冷 湯品你可以把薑吃下去 四到五片的量 其實就已經還蠻多的 薑辣素的部分跟薑粉 幫助我們循環代謝的更好 所以你吃下去之後 會覺得身體有點微微發熱的狀況 不過您知道嗎 薑又分為好幾種 保暖功效也大不同 首先老薑 發熱能力最強 常被用於藥膳 像是麻油肌或是黑糖薑茶 都會有它 喝一小碗身體就會開始燃燒 另外薑母也很厲害 它是流腫到隔年才採收的老薑 溫和中味最適合燉湯 薑母鴨生雞湯一碗就能超級暖 再來是薑苓較短的生薑 溫暖脾胃胃 虛散風寒 常被拿來炒菜或者是入藥使用 另外嫩薑可以簡單切絲 鵝肉及生魚片擺盤都會見到 雖然能幫助調節腸胃 不過發熱功效就沒這麼強 想讓身體暖起來 這幾個步驟才是關鍵 反身子的話 大部分還是會用生薑或乾薑一起淘配 薑辣素是薑裡面的一個精油 我會建議把皮保留 對我們身體的代謝會有幫助 醫師提醒 各種薑都能促進循環改善發炎 不過若身體處於發炎狀態 就要小心別用到老薑 以免會更嚴重 天氣冷嗖嗖除了衣服要穿暖 喝碗薑湯幫助身體發熱 也超級暖和 記者周天杰陳明軒台北報導